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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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文說法案的部分 所以現在展望的位置 比較小 因為我真的沒有習慣 所以我們再說看看 我們的民話的主張 議長 部長 文廟部 文知 主席 你看看 等一下沒有主權 其實今天要來 我們只有擔心上一項話 要謝謝那個 那個政務長,就在那邊,分級長兩個,我才一起了 我就一直都忘了,都會講到政務長,政府,亂七八糟 我還很擔心 沒關係啦,叫我勵勵 台北某方面,他向民外希望真的沒有加強 對阿 真的,政府很高 真的,政府很高,都找機會一樣 老師咧,肯定是我最高興的 那也是真的啦,因為我都會講太多 你去中央,剛才我關路,還不夠遠 現在我又是誰 我又是誰 一禮拜 一禮拜 等一禮拜 福氣啦,我是說,這個政務長沒對 喔喔,很感動 對阿,歡迎來跟部長進行 讓我去,是我的影響 要跟部長進行前面,說好,還讓你回去 好,謝謝 身為部長,我們可以代表政府 來帶著這一份證書 來交給我們三位人間國寶 我不敢說頒發 三位的成就,早就超越這一份證書 這一份證書代表的是一份敬意 要致敬的是三位大師 人生的歲月奉獻給藝術 尤其是致力於傳統藝術 在他們身上把重要的傳統藝術保存下來 不斷的精進,不斷的創作 來帶給台灣這片土地 豐厚的文化的資產 我剛剛一到,看到三位老師都很高興 我知道說老師的高興應該不只是說 有這一份指定 應該也很高興說看到政府動起來 我想他們念之在之,希望政府社會要重視 希望年輕人要傳承下來 每一次的授政典禮我一定會到 就是要來表達政府的致敬 感謝跟一份承諾 我們有絕對的責任要把它保存 而且絕對的責任把它傳承 更重要要透過一代一代 新火相承,讓它再生 讓它能夠再創造 所有台灣人共同的感動 他早期沒有眼鏡 就一個朋友在發發近視 我看他在看報紙 我的年齡已經這樣了 看報紙以後,就是用文的 對啊,用皮煙,用皮煙 我回家以後看資料也是這樣 你做咱 那 來 要